而接下来要看看今天的特色装潢 来看到中国的西安 那么提到西安 当然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的林寝了 里面有各式各样气势磅礴的兵马俑 但是呢就在西安 有民宿也打造成这样的一个兵马俑风格 大家感触吗 从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字排开的兵马俑 那么有网友就放胆入住 享受来体验看看这帝王级的待遇 但是呢感受到的是高冷的氛围 最后是吓得这个住客说 他是整晚都睡不着觉 另外来看也是一种冷冰冰的风格吗 这也是对岸网友分享的60平自家大宅 无论是我们看到他有两张大床 这客厅还有餐厅 走廊墙壁都贴了满满的食材 所以呢还被邻居戏称说 你们家是古墓派风格 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冷库又充满中式风格的装潢 这可是花了这位屋主85万人民币 最后才装潢而成的 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家里面待的时间这么长 所以风水真的很重要了 靠风水求财之外还能够求桃花 今天的好风水好日子 这一次我们请到风水师简少年 来分享如何招桃花 而且还要告诉我们现代交友软体盛行 到底怎么样来摆正才不会遭到烂桃花呢 你家打开门以后 你去看这个你们家的气流过来 你觉得它会沉积在哪个区域 哪一个角落 在你的这个客厅的状态 你要针对这个角落去做一个吹网 你把招财东西放在这 用同样的逻辑去换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把这个气最多的部分给洁净了 所以它就变成你变健康变好 所以是财气 那如果你需要是桃花你不需要采 那你可以在这边放一些鲜花 刚开花的花 或是还没有开花要开花的花 放在这个位置 就同样的位置一模一样 然后去把整个气变成一个桃花的气 那你就会带来一些桃花的效果 但是这一种做法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量力而为 因为现代人呢 对于桃花的量不太确 因为现代人的这个交往速度快嘛 我们交友软体多嘛 跟古代不一样 古代你要认识一个隔壁村的人难度很高 现在很快你滑完 连高雄你可能在台南对不对 台北台中甚至海外你可能都认识了 所以问题是植 那既然是植 我还是很建议大家 就是不要放很多朵花 就是你找到我们刚刚所谓的名材位 或是这个气的位置之后 放一朵花 然后你把它照顾得很好 然后这朵花照顾得很好之后 就会对你的桃花产生很大的帮助 所以如果我放一个聚宝盆 然后再放花 也是OK的 贪心一点 我想要有财力也很好 聚宝盆跟放花的问题 可能是你要把哪一个照顾好 怎样是你要花很多心思 因为你今天到底是要聚财还是要聚桃花 那可能会产生新的现象 就是说它可能会 你的桃花跟财很有关 或是你的这个花 你的财跟桃花很有关 那这件事情 我通常不建议大家和在一起做 因为当你的收入 跟你的爱情很有关的时候 有种不一定是个好事 两者切开 我觉得对现代夫妻会是好得多 毕竟你也不知道这感情 最后会发生什么事